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的阅读成绩现在她是year 6-5年级 但她的阅读的程度已经到是grade 12 年级 9个月的这程度 那我想这很大的一个帮助来自于学校的老师 对于英文教学的深厚的底子的一个深根 也就是老师们 哈罗的老师们跟教育的方式认为 英语的教育是源自于生活 源自于文化 它不是一个英式教育 如果我补充的话 那我觉得哈罗更加重要的是 让小朋友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个point view 他自己的opinning是非常重要 而不是在传统学校里面老师给你的答案 而是他基于他自己学的东西 建立起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要跟想要进入哈罗的父母们 其实是有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想 如果今天您是在就是比较小的年级 就是能够加入哈罗的小幼师 或者是law school我们讲的就是小学的阶段 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 因为哈罗更多的是 它是用潜移默化跟寻信渐进的方式 去来把孩子的各方面做提升 跟你所谓的填鸭式的应试教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其实是很忠心的是会告诉 分享到各位想要加入哈罗大家庭的家长 就是把整个的心态 跟就是不要太紧张急凑 要把整个的心态放非常的平和 并且很能够紧密的跟学校来去做配合 因为哈罗这学校的老师们跟领导成们是非常open minded的 并且很transparent很透明 然后并且能够很积极的跟家长做很密切的沟通 所以哈罗的老师们实际上是真的非常好 所以呢我就是可以去分享到各位家长 就是要可以保持耐心跟平和的心态 然后呢一起跟学校来去把孩子们的未来 让他们打得更好的一个基础 感谢观看